好 謝謝 謝謝主席有請部長 來 部長請 部長您好 部長您好 好 部長 在2001年的時候 當時在東海岸公路矩陣要拓寬 我們東海岸的台11線 那時候在秀戈蘭西的港口部落 曾經有委託考古學者進行視覺 那時候有30個視覺坑 可是當有挖掘的時候 我們發現就是說在那個視覺坑 有一個舊址的遺址 不過在學者的評估之後 他認為就是說 這個視覺的考古的文化資產 其實要進行搶救之後 讓台11線的公路依原本的計畫 去施行去動工 才能兼顧公共建設跟文化資產 可是在那個時候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當地的部落族人有提到 這個的視覺坑裡面的遺址 其實是跟部落的祖先的墓葬 是有關聯的 跟他們的口傳文化是有關聯的 可是學者就表示啊 那個港口遺址 它不是港口部落的花蓮阿美族的祖先 認為說族人的主張是搞不清楚狀況 不過在2004年的時候 同一個學者 這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同一個學者說 其實這個港口遺址是跟現在距離650年 一直到100年前的墓葬區 跟我們阿美族的墓葬的遺事是相同的 可以推斷 就是如同港口部落族人所說的 它應該是大港口事件之前的 舊部落的墓葬區 我這裡要提到的事情 當然我覺得這個學者的反省 是很值得肯定的 但是呢 我們的遺址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錯誤的判斷 而遭受破壞 請問一下部長認不認同 我想 如果說是因為這樣子而遭到破壞 這個是我覺得是很遺憾的一件事情 然後尤其站在文化的角度 文化資產的維護 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責任跟任務 沒錯 我這裡要再強調 再我們把歷史再往前推 在這十幾年來 我覺得說 我們文化部對於就是文化考古 以及相關的這個研究 跟遺址的研究 其實也非常的有做很多的努力 在這裡面的研究 其實已經證明一件事 就是台灣東部 距今三萬到五萬年前 就已經是一個跟海洋 這個貿易非常活躍的一個貿易商人 林展館的史前博物館裡頭 有一個人壽型的預決 不就是從平林遺址賣到悲南遺址嗎 對不對 那我們要強調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這個歷史的建構 是對於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建構 很重要的依據 那有很多的遺址甚至已經連接到台灣的原住民族 台灣原住民族在這個台灣只有2% 但整個歷史也許就已經關聯整個台灣 98%的歷史 請問一下部長認不認同 對我非常 我非常重視就是原住民文化 因為是事實上原住民文化 不但是代表了台灣 事實上原住民文化的 那麼裡頭很多研究 那麼可以改變人類對原有文明的一些看法 謝謝請教部長 那請問一下每年文化部投資在遺址的研究調查 如何有系統的建立史前台灣人類的活動 怎麼去補上當代原住民族的關係呢 例如啦就是剛剛提到的原住民族的舊遺址的調查 是否是列在普查工作的重點 現在 我現在是在你們的報告裡面沒有看見 我希望普查 現在事實上我們對那個在無形文化 就是無形文化資產的這方面 那我們是對原住民文化的調查 是列為非常重的一個重點 第二個就是對遺址 那麼這方面的一些整理跟調查 特別是我現在非常重視就是我們南科 南科的那個史前博物館的 那邊的調查 就那個調查其實是跟台東 那麼悲難遺址 當中有很多可以牽連在一起的 我想請部長說明一下如何建立有系統的 有主軸的來進行台灣史前文化的主體性 那請問一下這樣的一個普查的重點 沒有在你的施政報告當中 可不可以請部長說明一下 好 我想我可不可以就是 我們是這個計畫在裡頭並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想我後來會把這個計畫給您 那麼我們現在史前博物館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個推動的角色 謝謝部長 那麼麻煩請部長在這個一個月內 針對文化遺址的調查工作 跟過去累積的資料 這裡頭有什麼樣的缺憾 例如就是原住民族的就職遺址 請提出一個整體的檢討報告跟未來的推動主軸 好 我們把這個報告送給您 再來我要提到就是有關於文資法第五十條 我相信部長也非常清楚 在文資法第五十條的第二項 有提到如果營建的工程跟其他的 或其他開發行為在進行當中 對 發現類似儀式移植的時候 應該立即停工 要停工 或開發的行為也要停止進行 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然後讓這個直轄市縣轄市的機關處理 我剛才提到的就是當這些視覺跟搶救的考古工作 是由工程單位委託 那考古專業者拿了這些工程單位的錢 請問一下專業的判斷會不會受到業主的影響 他這個應該不會受到影響 因為我們他所有這個計畫 他就要送到我們送到或地方的文化局 或者送到我們的文資局來做審查 那我假設性考古專業者 他如果堅持他的專業 但是跟工程單位的期待不一樣 然後被工程單位解約 再找一個就是願意配合工程單位的考古團隊 請問一下文化部你們針對第五十條第二項 有什麼監督機制 我想這個如果有這樣的類似情緒 我們是絕對支持專業 那麼我們也會支持地方政府 在這個專業上面的堅持 那麼我再補充一下 那有關於漢本跟富山遺址 這些瀕臨破壞的這些現況 請問文化部是不是難辭其咎 你們的對於專業的堅持 是不是對於你們文化堅持 是不是你們應該有的作為 那請問一下現在漢本遺址 遇到蘇花改的問題 那請問一下文化部的專業的堅持在哪裡 好我想先跟委員報告 然後請我們資產局局長 做一個更清楚一點的說明 對於漢本遺址的保存 我們是保持一個堅持的立場 我們非常強烈的支持地方政府 他把它指定跟後續的保存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把這樣的堅持 對於文化發展的堅持跟保存 就推給地方縣市政府嗎 不是這樣子 我請我們局長來做一個說明 好嗎 部委員報告 有關於漢本遺址 現在宜蘭縣已經把它指定為限定遺址 那第二個就剛剛講的那個市解計畫 挖掘計畫 那新的計畫 誰讓他們還在審查 而且他們在審查 審查它的挖掘計畫 因為在這個漢本遺址有幾處 都是對於台灣整個過去的歷史 有非常重大的貢獻 我想大家都會在新聞那邊有提到 但是現在已經橋段已經要蓋下去了 那剩下的附屬的設施的部分 會不會影響我們台灣歷史的重大發現呢 那這個部分我想就是請部長 盡量的提出來就是說 到時候你們對於就是工程遇到移植的發現 裡面介入跟監督的SOP是什麼 我接下來要問的就是 在文化部的報告裡面 第47頁有宣稱就是文化部會持續辦理 移植類相關法令及配套措施的研領的工作 那請問部長移植類相關法令 與配套措施的研領的狀況是如何 我們現在對那個移植的那個保存 第一個就是在我們現有方面 那麼把那個移植的保存的位階 那麼拉到是高於工程的建設 第二個在我們那個文字法的修法裡頭 那麼對這個移植的保存方面 有一個更清楚的一個範圍跟界定 那麼地面上地面下 因為以往的這個時候 在最早以前 那麼它這個保存 那我現在想要表示 就是因為現在南迴公路已經有遇到 金輪地區的卡納倫遺址 蘇花改也遇到漢本遺址的狀況 這些狀況都是持續在發生的 也請部長在於你提出相關法令 跟配套研領的措施的時候 有沒有實際上的作為 在這個部分請部長近期的給本席報告 再接下來我再提第48頁 就是48頁有宣稱 將股基列為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 105年到108年歷史與文化資產維護的發展 第三期裡面的總經費高達67.54億 不過我想問一下 那前兩期的計畫中 對於股物移植的保護的措施有哪些 對前兩期的移植的保護這方面 我想是不是我們用一個比較更詳細的報告給您 因為現在我不能夠一下子把這個數目講得出來 那麼當成一個重大公共建設這個概念 是因為我們看到 現在有太多太多的古蹟跟遺址 那麼因為沒有經費而遭到毀損 因此我們現在也跟各縣市請它盤點 那麼列出它的優先順序 那我們利用第13期四年計畫 來逐步做維護做修復 而不要再用公共建設的概念來 我想問一下部長 就是這裡面你有提到 就是一個要做一個更積極的保存的策略 它裡面的內涵是什麼 我們大概屬於保存的以後 第一個當然就是它屬於要立即修復的 我們會支持地方政府來做這方面修復 那麼對地方政府的補助 還有對個人的補助 我們是可以做可以有補助的 甚至對個人可以補助到90% 那麼我們在修的文資法裡頭 那麼把它拉到說對於中央級政府 我們也能夠有一個補助的機制 那麼這樣子的話就使得它的態度 能夠更積極 我在這裡面的計畫書其實也有提到就是 也要將東部的區域發展定位為 考古移植保存的發展圈 然後在接下來第9頁有提到就是 掀起預警開發整合查詢的資訊整合作業 請問一下預警機制建立了嗎 對不起我沒聽清楚 有關於就是面對開發 那我們有關於考古 預警機制 對預警機制我們是有的 我們現在那個預警機制除了就是 我們有幾個這個每個地區有一個 我們叫做文化資產的應變小組 那麼分成好幾個區 好幾每個區都有 比如像台中台南這次我們是第三組 那麼另外一個大概預警機制 我們就這個已經建立起來了 包括氣候 我希望就是說部長 包括環境這方面的 時間不多 希望部長提出來的這一些預警機制 跟計畫不要只是一個空話 我在這裡就是希望部長 在一個月內去重新檢討 妥善評估完善建立開發工程 面對遺址發現時的SOP 也請文化部早期監督與介入這個機制 優先並優先執行東海岸遺址普查的更新工作 好的 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我要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你剛說的逐步的普查 東海岸的部分居然是放在2018年 那這個部分我不曉得就是所有的政策 為什麼都是中西部 東清部 然後中北部 清南部 那這個部分是否有調整的必要 我想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再來做一個解釋 那麼因為事實上計畫是逐步逐步在推的 那麼事實上在東部我們現在就是 史前博物館 我應該要這樣子講 現在部長都知道遺址破壞最嚴重的 現在目前都是發生在東部 如果你的這個普查的計畫的順序 是把東部排在非常後面 請問一下現在面臨那麼多的破壞 部長你要怎麼去解決 普查的計畫是持續在做的 那麼但是把那個列為一個重點 恐怕是在我們計畫裡頭的一個騎乘 我想這個方法 如果是說可以做調整的話 請部長考慮進去 好 謝謝 謝謝